一、文匯,港大校有投票逼干違反法治破壞傳統 2015年9月5日文匯論壇 A14高天文根據《香港大學條例》 港大畢業生議會並不是校委會的監督機構或製行機構 百多年來,港大畢業生議會從來沒有干預校委會決定的先例 反對派政客政黨者畢業生議會的名義干涉校委會決策 向校委會必干,違反法治精神,毫無法律效力,破壞港大傳統 更加暴露其破壞港大的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圖謀 港大校有關注組一手策劃的港大畢業生議會緊急會議日前舉行 並大比數通過關注組提出的30日內確認副校長任命 取消由特首擔任港大校監等動議 關注組召集人業建源在電台節目說 動議具有或時代的意義 如果校委會不順應校友的要求 信譽及公信力軍會大跌至危險地步 關注組更會考慮司法覆核 事件發展至此,港大畢業生議會被打呼 如關注組名義的政客所騎劫 關注組已成為校委會的太上皇 利用所謂的校友民依和輿論壓力 迫使校委會通過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 關注組企圖當校委會的太上皇香港是法治之區 任何大學的管理都有法律依據 香港大學的行政管理權力掌握在校委會手中 不論回歸前的港督或回歸後的行政長官 擔任港大的校監 都是由香港大學條例規定的 政客政黨以所謂校友投票 都不可能改變校委會是港大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和決策機構的事實 即使反對派政黨司法覆核挑戰 校委會也有足夠的法律理據 反擊任何干預校委會運作的行為 葉建源曾經在報紙上撰寫文章恐嚇 將在立法會提出修改香港大學條例的動議 這說明葉建源深知肚明 港大畢業生意會通過的決議 並無法律效力 即使申請司法覆核 也是不必要、不公義的、站不住腳的 不過虛張聲勢、換龍法律手段 向校委會施壓罷了 香港大學是政府舉辦的大學 使用公共資源 並非某些校友 政黨的私人財產 香港大學的成立、籌辦 是經過英國政府授權 並由當時的港督勞吉親自督辦 香港大學的院系課程設計、教師聘任、社堂活動甚至建築物 處處凸出英國高等學院文化的獨特風格 港督在香港大學的管理扮演重要角色 並通過法律明確下來 回歸後,按照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原則 香港大學校監必然由行政長官擔任 行政長官擁有委任校委會主席和成員的權力 完全符合法律和港大傳統 如今政客為了政治目的、為了捧自己有上台 不惜企圖改變香港大學條例、改變行政長官擔任港大校監的傳統 這事走邪門歪道,反對派一直聲稱議會之上 現在自打嘴巴,網途通過司法覆核、修改 廢取香港大學條例,暴露其搶奪港大畫視權的居心 港大畢業生議會輪為政黨控制工具在此次 廣大畢業生議會的特別會議上 李柱銘、余若薇、吳靄儀、梁家傑、陳方安生、李永達、何俊仁等大老粉密登場 煽動支持者,收集所謂授權票、製造投票勝利的假象 以為這樣,就可以製造挑戰法律、陷動特首在港大的地位 並且為在即將到來的兩場選舉,打出廢獻改法的旗號 爭取更多激進選民的選票 這更反映關注組口口聲聲說保衛武校 其實引狼入室,讓政黨控制武校 將港大者所高等學府變成政爭法原地 變成反中亂港大本營 反對派者廣大畢業生議會通過所謂動議 保衛港大自主,實際卻踐踏港大的獨立自主 關注組聲稱此次動議有7821人投票贊成 代表了後友的民意 這更加荒唐可笑 7800人投票贊成 指示畢業生議會16.2萬名成員的4.8% 根本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港大畢業生議會並不是港大的唯一始訓者 香港700萬市民也是港大的始訓者 此次的投票結果,絕對不能代表港大所有始訓者的立場 此次廣大畢業生議會的投票 是香港大學任命制度的遷見程序 不合法、不公義 多此一舉,目的只在左右校委會的決定 而且,此次特別會議,組織者立場偏頗 異見一邊倒 對不同政見的校友 就學倒彩、污言畏語 限制發言 此個大會根本是專政獨裁、不准理性討論的大會 更加證明,大會已淪為政黨控制的工具而已 對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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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議